经过俱乐部和本人一段时间的观察 我们一致认为 你有资质成为一名专业的陪练 李雨冰 你是不是变成范儿的要整我 随你怎么说吧 总之呢 你现在有俱乐部的合约在身 你的工作就是服务我 我怎么安排 你就怎么服从就完了 行啊 一个月 开始吧 再怎么办 没想到这丫头竟然能跟上我的体内训练 这么看来 她真的很有潜力 同学 坚持住 你们马上就能摆脱这个魔鬼了 快点 汽车人 拖垃圾都比你快 我这身上一包了沙包 你也没说蹦下我 我不管 那是你自讨苦吃 赶紧的 这一包 多数 快点 再好 快点 唐雪 今天可以啊 我没有召唤你就来了 可以 进步很大 毕竟今时不同往日 今天只是来做善意提醒 以后呢 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善待您了 对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给您准备了一份礼物 以示纪念 礼物 请向那 谢谢你的礼物 很别致 也不知今天是一个什么值得纪念的日子 今天是一个月到期的日子 请进 请进 马经理 长许 来来来 坐坐坐坐 什么事啊 今天吧 是我任职刚好满一个月 我之前也跟李宇斌打过招呼了 之后可能我就没办法继续工作了 所以今天来结一下工资 这个事啊 我知道 我知道 这是你这个月的工资表啊 一共是两千四百五十块钱 看看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不过之前 李宇斌还欠我七千块钱的附加服务费 我不知道他跟您说过没 那个我也知道 最后一篮 哎呀 总之呢 加在一起呢 一共是九千四百五十块钱 你看没问题吧 没问题 大家都这么熟了 给你某个领导 九千四就行 马经理 微信支付宝现金您怎么方便 我都行 我这都行啊 来 好 咱先不急啊 除了这些呢 你这个月还得交五万块钱的罚款 扣除掉刚才那个部分呢 还剩下四万零五百五十块钱 你看 咱们都是老熟人了 我就给你某个领导 你给我四万块钱再行 你看看 你看看 怎么方便 这罚款是什么意思啊 同学啊 你再值仅仅三十天 就非法贩卖我俱乐部运动员的个人隐私 可以说是打破了我们俱乐部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啊 这个情况 我没说错吧 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说 冰神李宇冰的个人隐私 每天早上都会被你贩卖隐私 导致他近一个月以来的私生活 受到了严重的干扰 以至于他心情烦闷 亲身保护比赛 只是一坨再坨团队实行一决和阵致辞 你的行为 可以说是情节十分严重 影响十分恶劣 我只是让人给他送过个早餐 送早餐 那你告诉我 你收钱了吗 没话说了吧 唐选呀 唐选 不是我说你 你要是有困难 你跟俱乐部反应啊 俱乐部能不想办法帮你 但是你现在收了别人的钱 那性质可就不一样了 那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贩卖他人业务 而且你知不知道 就是因为你贩卖冰神的乙王 导致现在每天早上都有一帮粉丝 在操场的北出口堵炭 不是 你这什么态度呀 我收你五万块钱啊 都算少的啦 别说我没有 就是我有也不给你 唐选呀 我劝你做一个懂法的年轻人 这一个礼拜之内呢 你最好把罚款都补齐 不然的话呢 我可就要起诉你了 这合同上啊 白纸黑字 可是写得清清楚楚 你们属于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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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不要反咬我一口啊 法院到时候派你还钱 你不还 那可就严重了 你会登上失信名单 什么以后买房买车 带不了款的事 咱就先不说了 先是演不前的吧 什么飞机高铁大巴 你恐怕就做不了了 这要是一个不感叹 放假你回不了家 那可能就只能骑旅回去 我相信这个画面 也不是你想看到的吧 年轻人做事情啊 还是得多为以后考虑考虑 你你一直盯着我看看什么呀 你你你一直盯着我看看什么呀 你你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你你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怎么觉得骑旅回家这种话 只有李宇斌那张狗嘴才能说出来 难怪他这一个月对送早餐的事情 只字未提 就等今天了是吧 故意整我是不是 你看 这样啊 这三张二人拿你先收着啊 我还有点事 我就先走了 我要见雷彬 你给我打开 你给我打开 没有忽悠成功 接下来就靠你自己了 哦 你ека 这么重的活我来 vähän 小心小心小心 诶 这钱是吧 懂我 干吗 最近不新出了块游戏机嘛 把这手套有点紧 行 走 四百 拿九块货 你这么穷谁信哪 要不叫 哎呀呀呀 四百就四百 我再 我再凑凑 好不啊 有钱呗 要你何用 对了 冰冰 我最近发现 你和你那个小助理 唐雪比以前更加亲密了 叔 你俩是不是在一起了 啥关系 他是我助理 天天陪我训练 训练 你是不是喜欢上来啊 喜欢他 那你说 你们两个天天走得那么近 难道就没有什么想法 你们俩烦不烦 立冰 你是不是个男人啊 你能不能负点责 唐雪 你能不能有点素质 怎么能擅闯南庚一室呢 立冰我跟你讲 你就是个骗子 冰冰 你说实话 你是不是欺骗人家小姑娘干净 你说什么呢 挺好了啊 立冰 她就是欺骗我感情了 我说什么的呀 唐雪 你说法 能不能注意点影响啊 你这种人还被谈影响的 说好 如个月 为什么倒时间不放肚 这么火爆啊 报院啊 我说你最近怎么手头紧呢 你手头紧 你说呀 干得着找我要钱吗 对不起 反着保护 开口秀是五万 可以啊 你抢银行啊 多少钱 五万 灵灵 你身价够高的呀 闭嘴 赶紧去洗澡干什么呢 洗澡干什么呀 买卖不成情义在 滚 月薪五万 可以 滕雪 你能不能不要胡闹 我想说的和该说的马经理 应该都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吧 你们俩这是联合起来陷害我 你贩卖我的隐私 你说我陷害你 滕雪 你也是大学生了吧 讲点道理行吗 你这种人有什么道理可讲啊 好 好 要么还钱 要么以供抵战 二选一 不可能 哪一个都不选 是吗 那我就只能拿起法律的武器 保护自己了 明天早上继续跟我送早餐 还不早啊 换衣服了 我不做 好 好 好